北海东林故宫景山 南平中海南海 西街兴盛宫龙福宫 北连石刹海 是北京城中风景最为优美的前三海之首 北海是我过迄今为止保留下来的 历史最悠久保护最完整的皇家公园 有着独特的造园艺术风格 是我国古代园林的精品和最珍贵的人类文化遗产之一 北海的总面积为1063亩 水面占583亩 陆地为480亩 这里水面开阔 湖光爬顶苍松脆百 花木芬芳 亭台楼阁 别石岩洞绚丽多姿宛如仙境 北海园林是根据我国古代神话故事 《西王母传》中描写的仙境所建造的 历经辽金元明清五代 逐步形成了今天的格局 战国史传说 渤海东面有蓬莱 盈州 方丈三座仙山 山上住有神仙 藏有长生不老药 公元前221年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 派方氏徐福等 带同男童女数千人 渡海寻找三座仙山 求长生不老之要 但是他们一无所获 于是就在兰池宫建百里长池 筑土为蓬莱山 克石为京 长二百丈 到了汉朝 汉武帝重蹈覆辙 仍未寻找到仙山 于是将旨在建章宫后 挖了一个大水池 取名为太叶池 将挖出的泥土 在池中堆了三座山 象征蓬莱 盈州 方丈三座仙山 此后历代皇帝都在宫殿附近 建一池三山 北海也属于一池三山的格局 北海和中南海是太叶池 群华岛如蓬莱 团成为盈州 中海西山台四方丈 北海不仅保留着 把神仙宫院换向意境 用高超的造园艺术 实现于历史上高峰期的基本形态 而且还把我国的寺庙园林 江南文人园林 和宗教名胜艺术的成就 融合在整个公园之中 其规模之宏大 历史之悠久 艺术成就之高超 确实是中国皇家园林中的精品之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陈屋 可